各界大厂一夜达大幅裁员 台北市劳工局已经介入调查 在今天一夜达提出了证明 说是汇补公司因为暂停生产平板电脑 所以连带的影响他们必须要缩减业务 不过已经有两名遭到资请的员工提出申诉 说他们的业务跟平板电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有员工投诉将近退休年龄 原本能够多领一百多万的退休奖金 在这个时候遭到裁员 他们怀疑公司是有恶意的 在今天的晚报方面故事 我们就来看看在企业生存 还有员工生存的中间如何取得平衡 宣布因为平板电脑暂停生产 英业达大举裁员371人 但是有员工跳出来爆料 根本不是这回事 有英业达员工向台北市议员林一华申诉 考基时多年来都是优等 甚至有同事才刚升职 一样被列入资遣名单 尤其英业达备有60专案 也就是提供年资加年龄满60的同源 可以有优渥的退休奖金 至少一百万到两百万 只差几个月就达到标准 却在这个时候遭到裁员 英业达裁员台北市劳工局正在调查 英业达也提出了和惠普解约通知 证明业务所减 目前有两名员工正式提出申诉 正式提出申请的部分 是有两个人次的部分 那他们所持的理由都是认为 他们自己所认知的部门 其实跟这个HP的平板电脑的部门 并没有直接的相关 提出申诉的员工 劳工局将立案协调 争取裁员案完整报告 最快下周二才会公布 三百多名员工 仍抱持最后希望 最近主见有刘晓琪 台北报道